郭文貴議員 謝謝主席 幫我請張部長 請張部長 曾偉好 是 部長 你好 好多委員都關心鄭所稅 我要先表示 我的看法剛好跟孫大圈孫委員的想法是不一樣 可惜他現在剛離座 就鄭所事來講 目前擋板的設計 基本上其實是已經綜合考慮了各個面向 以及各個不同的立場之間的衝突性 而找到的一個最好的共識的結果 我覺得現在如果因為外在情勢的任何的風吹草動 再做任何一部分的局部性的改變 都會影響到 本來我們是達到的這樣一個最佳的均衡的結果 埋下了未來更多的爭議跟隱憂 如果按照剛剛書委員所提到的 我們表面上維持了鄭所稅的千分之零點五 但是通通是用射算的方式來課 部長你會不會擔心 如果我們股市未來有了一些變化 股市很熱絡 結果股市有很多人賺了很多的錢 你覺得不做股市不炒股票的人 在現行的所得稅之下 他們會有什麼樣的感受 一定會又回到了我們談這個問題的原始點 就是有好多人從股市賺了錢 但是他不像薪資所得一樣 合理的公平的課稅 為什麼 因為薪資所得是累進的課稅 是核實的課稅 但是證券的交易所得 在可能的制度設計之下 用了射算的明目 然後其實上是實施採行證交稅的效果 所以那個問題沒有解決 也因為這樣 我覺得你一開始對黨團版的認同 其實你應該堅持 你應該用你的專業 來告訴這些委員們說 原來我們的設計其實就是最好的結果 因為就像你剛剛所提到的 選擇這兩個字是關鍵 何時有人擔心說 報稅的程序太麻煩 被政府可能掌握了一些資料 就算是你真的擔心這樣 我讓你選擇啊 你可以選擇不要面對政府啊 你可以選擇不要麻煩啊 我把權力給你了 如果你現在又選擇說 我願意 部長我一再強調 納稅人自己心甘情願地說 我願意何時 我跟你計較清楚 我有賺錢的時候你多課 我沒有賺錢的時候 我虧本的時候你不准課 納稅人願意選 我們為什麼不給他這個機會 既然納稅人願意 就表示他根本不擔心 政府掌控他的稅收的資料 就表示他根本不擔心 課稅的時候的何時計算麻不麻煩 那這樣的一個權力的授予 剛好我們不但滿足了 那些不在乎 射算本身的檢疫 讓這些納稅人可以得到滿意 如果反過來 怕政府掌握資料的人 他可以永遠不選擇何時 不就沒事了嗎 這麼巧妙的設計 這麼好的一個結果 我們為什麼要因為外在情勢的任何變化 而更動了我們的基本原則 部長 我今天看到你的報告的說明 我覺得有點遺憾 就是其實你不應該只是講 尊重立法院的結果 他們怎麼決定我就怎麼接受 其實你應該從你的專業 表示的更堅定的立場 我們原來到目前為止所設定的 其實是一個最好的內容 委員這個報告沒有提到 什麼國民黨談判 就是說這幾個委員的提案 我知道我知道 我們都尊重 但是你這樣的寫法 其實我覺得 假如可以用你的部長的專業 其實那個說服力更大 所以請部長在這個部分 在慎重的思考 我剛剛的這個說法 有 我其實表達很多次了 第二個部分 我想跟部長討教的就是 這個朱主席特別提到 剛剛賴文也提到了 所謂的我們的整個的 國民助稅負擔率比較低 所以我們設法要把它提高 但是你要把它提高 就表示你要透過一些 租稅的制度的變革 來增加民眾的租稅的負擔 這是我們沒有辦法避免的一個結果 部長你知道 我有一個條文的修正 所得稅法的修正 一直卡在我們立法院沒有辦法進行 就是七條 你記得嗎 我原來在所得稅法十五條的時候 的修正 那時候的修正 是為了大法官的規定 說我們十五條的規定 就捐贈 應該要把 不是不是 因為把那個 夫婦的分開 所有的所得 單項通通分開 要分開計稅 對不對 因為如果這個合在一起計稅的話 基本上違反了所謂的公平性 所以因此我們做了條文的修正 但是在那個條文修正的時候 您記得嗎 我趁這個機會 我就擔心我們的租稅的損失會擴大 那個時候我們的估計大概兩百億左右 所以因此我同時就建議了 我們應該要配套式的在所得稅法 十五條也好或十七條也好 我們設計一個就是您剛剛在回答問題的時候 提到的 如何擴大稅基增加我們政府的收入 結果您現在在回答 如果從十二趴變成十五趴的租稅負擔率的同時 你要去尋找這個主要的租稅的來源的時候 你回頭提到了說 我們可以考量對於目前的中和所得稅裡面的 那麼多的扣除額的項目 做一個適當的設限對不對 這是一個好的機制 但是部長 我在兩年前 我在一年多前 我同樣的用這樣的概念 提出的所得稅法十七條的修正 但是我還記得很清楚 那時候你並沒有支持 委員此一時也比一時也 怎麼說 就timing不同 timing不同 對 所以你認為那時候 我們不應該提出這樣的一個想法 因為老實講 曾經也有另外一位在總統府你也去了 有一位大佬提要加八千億的你也知道啊 但是問題是 他那樣的說法 跟我這樣的說法 哪一個務實嘛 所以我意思說 所以後來我們就提出健全方案 我們就 所以我只能告訴你說 雖然你的回答是說 時機不同了嘛 但是我要跟您提到的就是 不管怎麼說 你今天能夠在這裡 承諾你如果有機會 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做 也能夠滿足了朱主席所提到的 所宣示的這樣一個很大的目標 我當然予以肯定 但是我只是覺得 心裡有一點感受上的遺憾 那個遺憾就是 我們假設 可以有早一點 往這個方向修法去做 今天不要在這個時節 其實講實在話 我都快畢業了 我都擔心啊 即使你有大家提到那個想法 你不會從歲制改革上畢業 你永遠都會扮演重要的角色 那這個謝謝你了 但是我從這裡會畢業了 OK 所以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希望呢 即使我畢業了 如果您認同我剛剛所提到的那個想法 我也實際上已經提了版本 而且也有了一個非常明確的設計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未來如果真的要能夠達到 適度的提高國民租稅負擔率 我們應該要共同努力的把它落實 把它完成 所以我可以先畢業 謝謝 但是請您繼續努力 好不好 謝謝 那最後我要表達的就是 朱主席不但這樣講 但是呢 他也提到了很多國民黨的政策 他覺得 有一點需要再修正的 但是 就像我在總諮詢的時候 特別提醒您的 就是我們其實在財政的部分 在您的領導之下 在您的指示之下 其實我們做了好多 沒有錯 社會應該要能夠支持跟認同的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 不要只是讓社會看到 朱主席提到12要提到15 開始有了恐慌 有了擔心 然後可能被解讀稱為說 欸 國民黨可能要加稅 更重要的是 我們為了解決政府的財政的問題 我們在最近這幾年當中 其實我們做了好多的事情 尤其是財政健全方案 尤其是房地合一的課稅 是 再包括 如果我們這一次的黨團的版本的證守稅 能夠通過 這也是功德一件 是 所以部長 我們不要只是讓民眾或社會 了解局部性的 那樣的一個政策的結果 然後被誤解了 被擴大渲染 是 它的負面的效用 是 我們更應該提出 其實我們做了好多好多 對於國家長遠的稅制 有非常重大貢獻的改革 好不好 好 謝謝 部長這一點你一定要特別 是 在各種場合 都一定要不斷的不斷的宣揚 是 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 謝謝